2020年5月2日,北京時間大約上午7時左右 現在在中國入面,現有的確診已經跌到869,不夠900人 無症狀者是981,死亡是4643 境外輸入仍然有1671 世界形勢已達到將近340萬的確診 339萬6千多 還有在危台,關鍵是5萬1千多 死者已接近24萬 239389 現在仍然活躍病情,還有207萬多 最大疫情的地方仍然是美國 現在已經達到112萬9千多 比上年上升了將近6萬個確診 所以現在美國那邊是希望盡快復工 我想這個會引致一個非常嚴峻的第二波 現在它的死亡人數就是65000多 上升了2700多 如果用這個上升速度的話 兩天之後就會超過了7萬 西班牙那邊是243000多的確診 也比上天上升將近3萬 上升了29000多 死亡人數現在是24000多 上升就比較少 是281 意大利27000多 仍然是用0.96的百分點上升 希望它可以盡快下降 英國是17萬多 死亡人數是27000多 仍然是上升了739個死亡人數 法國是167000多 德國是164000多 德國和法國兩個 如果大家比較死亡人數 大家會看到非常大的分歧 一個就是法國有24000多的死亡人數 德國是6000多 這個很明顯跟他們自己本身的 控制疫情科學很有關係 我們知道德國總理就是一個女性 她相信科學 所以我相信她 曾經說過 女性的領導人有事 可能會做得好些 跟著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12萬多 俄羅斯現在是12萬多 在歐洲方面 歐洲方面出現 歐洲國家 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土耳其、俄羅斯 比利時 比利時 在最後這個 螢光幕出現 她就是 將近5萬個 確診 死亡數目 就是7,100多 亞洲這邊 土耳其 仍然是 最多 12萬多 跟著 俄羅斯 11萬多 伊朗 9萬多 我們看到 亞洲這邊 已經有 最少3個國家 已經比中國多了 在非洲那邊 我真的很希望 他們可以維持一個 低的增長率 甚至最好 沒有增長 現在整個非洲 那裏 有4萬多個的確診 上升1,651個 上升到4.25 希望她可以盡可能 不要讓她繼續上升 但是問題就是 里日利亞 現在她上升了12.32 增加了238 去到2170 大洋洲這邊 我相信應該可以 控制住 我們澳洲也都說 在下星期五 就會研究 將限在 限流動 解除一些 但是那個情況 要看下星期五的情況 我看到 昨天 澳洲這裏 這裏 總是沒有辦法 下去 維持 每天十多個的增長 南美那邊 全個南美 大約有 19萬的確診數目 巴西佔9萬多 秘魯4萬 拉格多爾 2萬多 智利1萬7千多 哥倫比亞7千多 上升速度 秘魯9.42 巴西都7.88 上升 所以 南美這邊 幾個 潛的國家 上升速度 頗高 希望她們可以盡快 控制住 北美方面 美國當然是 全世界第一 但是 接下來的 加拿大 比它少很多 5萬多 墨西哥 近2萬 多爾 美尼加共和國 7千多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真是很希望 世界盡快把疫情 撲滅